為什麼我很喜歡國外的 尤其是美國的巨人手工 其實是因為每個繁殖者他們 會有他們自己培育的一個品系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是Lounge的 那我很喜歡Lounge的品牌 Lounge品牌呢 他其實用了Darsmo 就是身體比較黑 然後比較紅的這種表現 就很像達斯摩他臉上的那個花紋 然後但他卻去配了那個Train Week 那在配Train Week的這種表現裡面 我也沒看過 所以我就會想要去蒐集 國外的這種 他的後代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都會留他們的簽名 那留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BB的 有不同的簽名 那有些他已經慢慢就長大了 對不對 每一個的這個蓋子 我都會把他留起來 那這個是客人的 這個客人的編號167 他要到7月才能來拿 那沒關係 我也是養在這 反正我已經養蠻多 我就繼續幫大家稍微養一下 那我自己很喜歡蒐集像這些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很多我都會寫 那有一些已經慢慢長大了 我沒有特別寫的 那就是當初以前啊 一開始我的這個簽名 我就沒有特別去留下來 以前就說啊 反正都是自己的 就很喜歡 然後就把它寫到那個標籤 那有些蓋子呢 可能因為放在旁邊 然後累積太多蓋子 我就把它丟掉了 那其實後來 我開始慢慢重視說 其實這有點像是 外國他們的繁殖者 給我的一個 像是一個 他的感謝 然後他寫 有時候他會畫一些笑臉啊 像這個 這個笑臉 那我其實 我就覺得 這個也算是收集 美國繁殖者的一個簽名嘛 那我希望說大家 以後呢 我們再買美國的 像這樣子 有一些比較有名的品系 他的後代 那其實這些後代 你就可以 把這些簽名留起來 那它是很有紀念價值的